台灣跟紐西蘭過去被稱作為防疫的模範生 不過現在台灣跟紐西蘭兩個國家確診人數都暴增 但為什麼紐西蘭反而是大開國境呢 我們帶你來看到的是 其實呢我們光是看5月10號這一天 台灣的確診人數就多了5萬多人 紐西蘭呢則是增加了9257人 但是累積確診人數台灣大概是43萬6千人 紐西蘭已經來到了100萬 但紐西蘭的防疫政策卻是沒有把他們的國家鎖起來 反而是大開國境大門 從2020年呢其實紐西蘭是全球最嚴格的邊境管制國家 國際旅遊是完全停止的 但是在2022年的今年呢 疫苗覆蓋率已經超過8成了 也因此紐西蘭選擇與病毒共存 而且還要敞開他們的國門 並沒有做這麼嚴格的邊境管控 從清零到共存 紐西蘭死亡率低的幾個原因 包含了第一個他們傾聽科學證據 還有的就是他們注重的是人民平等 出席政策強硬 但也是他們的關鍵在於避免死亡 顛覆了大規模的封鎖 他們也希望創造經濟的效益 尤其是紐西蘭以觀光立國 他們當然更希望能夠恢復疫情前的經濟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